不管是用抬的 拉的 或者是推的 里長跟里幹事還有志工 忙著把一包包的冷凍養生鴨肉南瓜粥搬上車 要回去里內做共餐活動的餐點 讓獨居的弱勢長輩都能享用這道營養豐富的粥品 非常感謝我們葉安東家董事長楊金東先生 以及我們台中同鄉會的各位同鄉們 對我們這次的台北這個老人共餐的據點的里長 做一個蘭瓜粥捐贈的給長者的儀式 我請代表我們新區里長年宜會 來感謝我們葉安東家 對我們所有長者的一個光環與照顧 堆成一座小山的冷凍粥品 全都是由越南東家羊肉爐老闆楊金東捐出來的 經常贊助捐贈地方的楊老闆是大家口中的大善人 他表示因為看到新一區有許多里開辦長者共餐 深受里長的感動 因此決定提供一己之力 捐出店內熱門的商品鴨肉南瓜粥 幫老人家加菜 我活到這種年紀我想這要大家來 我能為別人做什麼是我的福分 用鴨肉湯去燉出來才煮這個粥的 會比較營養 但是裡面不能放鴨肉 會有骨頭 怕老人吃的有帶危險性 所以說它是鴨肉羊南瓜粥 對膝蓋 對老人 對營養都很驚人 也很方便 這個企業願意贊助這樣子的一個共餐的資源 我們非常的歡迎 也謝謝這個台中同鄉會跟越南東家這邊 可以贊助這樣子的南瓜粥的早餐 讓這些長者的部分 可以有營養豐富的這個餐食可以使用 羊肉爐業者共捐出了兩千份的料理包 分贈給有辦共餐的二十個禮 每個禮可以獲得一百份 總價十六萬元 楊老闆表示雖然金額不大 但希望能拋磚引玉 號召地方人士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一起幫助社區裡的年長者跟弱勢民眾 讓他們感受社會溫情 愛心滿天下 長者共產 堅堅堅 營養 快播到大北出位新聞 曹德華 採訪報導 請收場 收場 下單 dra署